耶稣在耶路撒冷过于月节的时候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命 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 也用不着睡内证明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 有一个法理塞人名叫尼哥德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他说 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老师的 因为你所行的神证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他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德姆对他算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无福生出来吗 耶稣回答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星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惊讶 风随着意试吹 你听见风的声音 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尼哥德姆问他 怎么能有这些事呢 耶稣回答 对他算 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 还不明白这些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 没有人升过天 磨世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 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因为神猜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一儿子的命 光来到世上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善恶的 不外光 倒外黑暗 这就定了他们的罪 凡作恶的人都恨护光 不来接近光 恐怕他的行为被暴露 但实行真理的人 就来接近光 为要显明他的行为 而是靠神意行地 这些事以后 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区 在那里他和他们同住 并且施洗 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哀乱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载监侣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辩论洁的礼仪 就来见约翰对他说 拉比 从前和你在约翰河的东边 你所见证的那位 你看 他在施洗 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约翰回答算 若不是从天上刺的 人就不能得到什么 你们自己可以为我作见证 我曾算 我不是基督 只是奉差遣在他前面开路的 娶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听 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欢喜快乐 因此 我这喜乐得已满足了 他必兴皇 我必须微 从上头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 出于地的 是属于地 他所说的 也是属于地 从天上来的 是在万有之上 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 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印证神是真实的 神所猜来的说神的话 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圣灵 才没有限量的 父爱子 以把万有交在他手里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 而且 神的愤怒尝在他身上 耶稣知道法里塞人 听见他收门徒 和施洗给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而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开犹太 又回加利利去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罪家 靠近雅各喀他儿子 约失的那块地 雅各井就在那里 耶稣因瘤脾皮睡 坐在井旁 那时约是正午 天才是个大师 我忘了 我忘了